同学们好 在物理学科当中呢 我们学习了有始量和飙量 我们把既有大小又有方向 比方说力位移等等 这样一些量我们把它叫做始量 那么只有大小没有方向的量了 叫做飙量 我们在数学当中呢 也学习了这样一些量 在数学当中我们把既有大小 又有方向的量 叫做向量 而只有大小没有方向的量 叫做数量 今天呢 我们就来看一看向量的基本概念 向量与数量 把既有大小又有方向量 就是向量 而我们的数量呢 我们一直研究的比较多 那么向量我们用什么来表示呢 常常是用有向线段来进行表示 有向线段 我们知道有向线段它有三个 有三个元素 有三个元素 那三个呢 提点 方向和长度 这样的三个要素 所以我们可以用有向线段来表示向量 向量的长度也称为向量的膜 比方说 用有向线段A B的长度 来表示向量 来表示向量 A B的膜 我们把它叫做 在这一节课里面呢 我们还要讲过几个概念 就是有关零向量和单位向量 什么叫零向量呢 就是长度为零的向量 叫做零向量 而单位向量是长度为单位长度的 这样的向量叫做单位向量 零向量的方向是任意的 单位向量的方向呢 也是任意的 第二个方面呢 我们要弄清楚 什么叫相等向量和 共线向量 既然向量是既有大小 又有方向的量 所以呢 我们要刻画两个向量相等 必须从大小和方向 两个方面去说 如果两个向量 它的方向相同 长度 也就是说 它的表示 它的这个有像现在的长袖相等 模相等的 这样的两个向量 就称为相等向量 长度相等 且方向相同的 这样的向量 称为相等向量 而在这里什么叫做 共线向量呢 我们说共线向量与平行向量是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它指的是同一个概念 我们是指方向相同或者相反的向量 称为平行向量 那么在这里呢 指的是非零的向量 方向相同或相反的两个向量呢 叫做平行向量 同时又给出了一个补充定义 就是说零向量可以看成是与任意向量 共线的向量 在这里了解了这几个概念之后呢 我们接下来通过几个例题 跟同学们一起来看一看 首先呢 我们说向量 在物理学当中 它的另一个名称就是使量 那么 第一个 物理学中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 这个话 我们说对不对呢 这是一个判断题 判断下令命题的真假 并说明理由 第一个 也就是物理学当中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之间的关系 我们说呀 当我们用手来挤压黑板的时候 就产生了一个力 同时呢 黑板也给我们的手 施下了一个反作用力 这两个力是方向相反 而且长度相等的两个向量 所以我们把它称为相等向量 相等向量也是 共线向量当中的一种方向相同或相反的非零向量 称为共线向量 那么第二个 方向为南偏西60度的向量 南偏西 我们知道在 这个平面上来表示方位的时候是上北下来 左西 右东 南偏西就是指这个方向上的 60度 这个角是60度 南偏西60度的向量 比北偏东60度的向量 北偏东 60度的向量 说这样 向量是共线向量 所以我们说这个也是一个正命题 第三个 座标平面上的X轴和Y轴都是向量 这句话就不对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刚才说向量 可以用有向线段来表示 它有三个非常重要的要素 方向 大小 还有一个就是它的长度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说 它这个X轴和Y轴是没有长度的 它们是向两边无限延伸的 所以它们并不是向量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看第二 判断下的一个命题是否正确 一 若A的膜 等于B的膜 注意手写的向量是打上箭头 则有A等于B 第二个 若ABCD是不共线的四点 ABCD不共线的四点 则AB等于DC是四边形 ABCD为平行四边形的 通要条件 第三个 若A等于B B向量等于C 则A等于C 第四个是 两向量AB相等的冲要条件是 A的膜 等于B的膜 且A平行B 六个 若A的膜 等于B的膜 是两个膜相等 则这个向量A等于B 是它的必要条件 也就是说 问A等于B 能够推出A的膜 等于B的膜 是否正确 第六个 AB等于B等于C D向量相等 的冲要条件 是A与C B与D重合 第七个 若A平行B B与C 贡献 则A与C 贡献 我们来一一进行分析 首先第一个 做A的膜跟B的膜相等 则A向量等于B向量 这个很明显是错误的 因为我们刚才定义来说 相等向量 它的概念是什么呢 是两个向量 如果方向相同 且大小相等的时候 长度相等的时候 我们才说它是相等向量 这两个向量 仅仅只是长度相等 不能说明它的方向 也相等 所以它是一个 加命题 再看第二个 ABCD不共线 AB等于CD 那么我们来看一看 既然这四点不共线 则这四点应该可以 构成一个图形 现在呢 AB是等于CD的 这两个向量 就相等 就说明呢 AB的长度和CD的长 DC的长度相等 又因为AB 这两个向量相等 说明AB和DC的方向 也是相同的 是四边形 ABCD为平行四边形的 冲钥条件 这个呢 是一个真命题 我们再证明一下 因为AB向量 等于DC向量 所以我们就得到了线段 AB是平行 且等于DC的 而又因为它们 不在同一条直线上 所以可以构成一个平行四边形 再看A等于B向量 B向量等于C向量 则A等于C向量 这个呢 也是一个真命题 我们可以把它当成是 向量相等的传递性 第四个 两向量A与B相等的 冲钥条件是 A向量与B相量的 模相等 A与B是平行的 这个呢 我们认为也是 它们也是一个真命题 因为这里已经 在这里 它两个相等的 冲钥条件 这里要注意 我们认为 它是一个假命题 因为 仅仅只是长度相等 还要保证 两向量的方向相同 才能说的是 相等相量 A与B平行 可能A与B的方向相反的 所以 这是一个假命题 第五个 A等于B 是A 这个地方我们说 A等于B 可以推出 A的模 等于B的模 但A的模 等于B的模 不能推出 A等于B 这个是正确的 我们把这个A等于B 叫做 A的模 等于B的模的 充分 不必要条件 说 它也是一个真命题 再看第六个 A B等于CD 两向量相等的 冲钥条件是 A与C B与D重合 很显然 这个是错误的 当ABCD ABDC 为平行四变形的时候 就可以得到 这两向量相等 而此时 ABC和BD 是不重合的 所以它也是一个假命题 再看最后一个 A平行与B 也就是AB是贡献向量 BC是贡献向量 一定能推出 A和C是贡献向量吗 我们刚才得到了 AB相等向量 BC是相等向量 一定可以推出 AC是相等向量 但是在这个地方 我们说 要严格按照 贡献向量的概念 来进行推理 我们说 贡献向量 它实际上 它的定义 有两个方面 第一个是 两个非零的向量 如果方向相同 或相反的时候 我们把它称为是 贡献向量 后面又附加了一句话说 零向量可以看成是 任何向量是贡献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A向量与B向量是贡献的 如果说B是一个零向量的时候 此刻 AC的向量的方向 可以是不相同 并且不相反的 在这种情况下 得到A和B是贡献的 显然这是一个假命题 所以呢 我们在根据这个向量的概念 判断一些命题的时候 要紧紧抠住我们的定义 什么叫相等向量 什么叫贡献向量 什么又是平行向量 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看第3 逆分说 已知如右图 已知 AA撇向量 等于B B撇向量 等于CC撇向量 求证 三角形 ABC 全等于三角形 A撇 B撇 C撇 第二个 AB向量 等于A撇 B撇向量 BC向量 等于B撇 C撇向量 AC向量 等于A撇 C撇向量 我们来画这一个图 因为有ABA撇向量 假设是 这个样子的 然后BB撇向量 跟它是相等的 CC撇向量 也是和它们相等的 那么这里是A A撇 B B撇 CC撇 我们来标注一下 AA撇向量 是这个方向 BB撇向量 是这个方向 CC撇是这个方向 那么 这三个向量相等 就意味着 线段 AA撇 BB撇的长度相等 CC撇 这三条线段的 长度相等 那么 而且它们是平行的 那这样一来 那这样一来我们可以 连接 ABC AB BC 以及AC 这里是A撇 B撇 A撇 C撇 以及B撇 C撇 要证明 要证明这两三角形全等 我们可以根据 因为这是AA撇和BB撇平行且相等 我们说证明 因为有AA撇向量等于BB撇向量 所以可以得到AA撇这条线段和BB撇是平行且相等的 所以四边形 A B B撇 A撇 为平行四边形 所以就得到了有AB平行且等于A撇B撇 同样的代理 我们说同理 可以得到 这个BC 线段是平行且等于B撇C撇的 还有AC是平行且等于A撇C撇 那么三角形ABC当中的三条辨是ABBC和AC 和三角形A撇B撇C撇当中的 这个地方的三条辨是AB撇B撇 B撇C撇A撇C撇 这两个三角形的三条辨对应相等 所以我们得到三角形ABC全等于三角形A撇B撇C撇 这是第一位了 而相应的BC等于B撇C撇 ABC等于A撇C撇 也都证明出来了 这是根据向量相等的概念进行处理的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一看例四 如图在编程为二的 中六边形ABCDEF中 O是中心 分别写出一 向量OA的起点 中点和膜 那么OA这个向量 我们把它标上去 起点是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啊 向量 OA的起点 为O 中点 为A 它的膜 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编程为二 所以 膜OA 它应该和BC是相等的 长度相等 所以我们说OA的膜 表示成 等于二 这是第一位 很简单的 第二位 是与向量OA 共线的 向量 要我们把它写出来 与向量OA 共线的 我们的观察下 和它在这里平行的线单 有CB 还有EF 还有一个就是OD了 那么我们在这里 是不是仅仅只有 这三个向量 以为它贡献呢 我们说 贡献向量的概念是 两个非0向量 方向相同 或者方向相反 都可以称为贡献向量 所以我们说 与向量OA 贡献的向量 还有一个 AO 还有OD 还有DO 还有EF 还有CB 还有BC 还有没有呢 这些向量 它们的模 都是和OA相等的 还有一条向量 还有一个向量 是O DA 以及 AD 这些向量 都是与OA 是共线的向量 下面我们再看一看 第三小题 与向量OA OB OC 相等的向量 所谓相等向量 是方向和大小 都相等 那与OA 相等的向量 有EF 和CB 以及DO 所以呢 与OA 相等的向量 它是有 DO 等于EF 还可以等于CB 这三个向量 都是与OA 是相等向量 那与OB 相等的向量呢 我们来看一看 就有OB 是等于 这个方向 可以等于F A 等于DC 等于EO 这三个向量 都是与它方向相同 而且 大小 长度相同的 再来看一看 OC 效量 OC 效量 根据刚才我们分析的 可以得到 有OC 向量是等于 EB 加上FO 等于FO 等于AB 从过这个正六边形 我们找出了很多 相等的向量 和共线的向量 就是 例四 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一看 例五 这个图形呢 比较复杂 它说了 如图所示 平行四边形ABCD 这里有 ABCD 这是一个平行四边形 平行四边形AOBE 这也是一个平行四边形 那么有平行四边形 我们就出现了对边平行 也就出现了相等 还有平行四边形 ACFB ACFB 还有一个是ACGD ACGD 平行四边形 最后一个是ACDH ACDH 这一个 也是一个平行四边形 我们来看 这里有 我们交代了五个平行四边形 点O 是平行四边形 ABCD对角线的焦点 且OA 令它等于A向量 这是A向量 还有 OD是B向量 AD等于C向量 AD 等于C向量 那么分别写出图中 与ABC相等的向量 我们来看一看 与A相等的向量是 A在这里表示 A在这里表示的是 OA这个向量 与这一个向量 OA 与这一个向量相等的向量 有哪一些呢 首先来看 AOB1是一个平行四边形 所以 A向量与它相等的有 B1 还有没有呢 我们在这里再来找一找看 事实上 CO和它也是相等的 CO 与A相等的有 B1和CO 当然呢 我们还可以把OA也写上来 除了这一些之外 还有没有呢 我们有同学说 在这上面有没有呢 这个向量虽然跟它是平行的 但是长度不是相等的 有这个地方也不是相等的 所以我们说与A相等的向量 只有这两个 再看一看 与B1相等的向量 B在这里是OD这一个向量 我们来观察一下 OD 那么首先 在同一条之间上 就有一个BO 跟它是相等的 还有呢 我们再来观察一下 在OB所在的平行四边形 当中去找 所以还有一个EA 那么 在OD所在的平行四边形 有没有呢 AD所在的 它只是作为一些平行四边形的 边的一半 那所以我们在这里 就只有这两个向量 和B向量是相等的 再来看一看 C向量 C在这里表示的是 AD向量 AD是这一条 首先我们来观察一下 AD所在的平行四边形 有 ABCD 所以它有一个就是 BC 再看一看 它还有没有呢 它还所在 处在这一个平行四边形当中 所以它还可以等于CG 那么我们再看一看 它除了在这一个平行四边形 和这一个平行四边形当中 我们在这个图形当中 似乎是在没有了 但是我们看一看 BC有没有呢 BC在这里平行的向量 也是没有的 也就是说BC在这里 它也是作为 没有作为 其他的平行四边形的边 场出现 所以呢 我们在以后 在寻找相等向量的时候 往往总是去通过 这个平行四边形的对边 去进行寻找 这是例如 下面呢 我们看一看一个实际的问题 如同是中国象棋的半个棋盘 就是呢 我们说马 它的走法是走日 比方说A 如果马现在在这个地方的话 它现在目前只能走到A1和A2的位置上来 也就是说我们经常说马走日 如马可以从A跳到A1 也可以跳到A2 用向量A1A2表示马走了一步 那么在这个图当中 它要求我们 是画出马在BC处走了一步的所有情况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 当马如果在B这个地方的时候 那么它只能是走日 它往这边可以走到这里来 如果往上是可以走到这里来 还有没有呢 如果从横向上来看 我们说它还可以走到这里来 在这个图形当中我们发现 这个当马在B这个地方的时候 只能走到这三个位置过来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一看 当马位于这个中心位置的时候 我们再看一看 那么往上可以走到这里 还可以走到这里来 走一步的时候 往左和往右可以走到这里 往左边的时候呢 还可以到这里来 往右的时候呢 可以到这儿来 往右还可以到这里来 它还可以往下走 那么大家看一看 到这里 还可以到这里 这里我们发现 当马处在C这个地方的时候 它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种走法 走了一步的时候 这也就是我们平常在这里所说的 八面围攻 也就是说当马处在中心位置的时候 它的威力是最大的 那么我们在这几课呢 主要谈到了这个向量的基本概念 以及我们如何去处理一些有关贡献向量概念的问题 和相等向量概念问题 好 我们课后有留下了几个练习 我们来看一看 第一个 如图 AB和CD两向量相等 则相等的向量是什么 下面有四个选项 这里呢 AB和DC是相等向量 那么得到的这个平行四边形 我们来看一看 这是ABCD 第一组 他在这里问的是 AD和CB是不是相等向量 AD和CB 很明显这两个向量 虽然长度相等 但是他们的方向相反 所以他不是相等向量 然后这个地方 记为O的话 问OB和OD 这两个向量呢 也是相反向量 不是不相等 AC和BD AC和BD 这两个大小也不相等 他们的方向更不相同 最后一个 AO和OC AO和OC 大家看一下 这个地方平四边形的两条对角线 互相评分 所以呢 我们在这里可以知道 AO和OC的长度是相等的 方向也相同 所以这道题答案选 D 我们再来看第二题 他问 下列说法错误的是哪一个 第一个 说向量AB与向量BA的长度相等 那么这个向量AB和向量BA 无非就是方向相反 长度是相等的 所以A是正确的 若向量A与B不共线 则A与B都是非零向量 这句话对不对呢 我们在前面根据定义 说两个非零向量 如果方向相同 或方向相反 就称为共线向量 零向量与任意向量 都称为是共线向量 那么如果A和B不共线 那么AB都是非零向量 这个说法是正确的 假设其中有一个是零向量的话 那么就与前面向量A与B不共线 相矛盾了 C ABC都是非零向量 若A平行于B B平行于C 则A平行于C 我们刚才讲到了一个结论说 A与B共线 B与C共线 是不一定可能推出 A平行于C共线的 原因在哪里呢 主要就是零向量与任意向量 是共线向量 所以当B如果是零向量的时候 A和C是不一定共线的 那么如果强调了 ABC都是非零向量的话 则这个推出符号是可以推过来的 既然A和BC都是非零的向量 那么A和B共线 意味着A和B是相方向相同或相反 同时呢 B和C方向也是相同或相反 所以推出了A平行于C 这里ABC都不等零向量 这个觉得也是正确的 那么第一选项 两个向量共线的必要条件 是这两个向量在同一条直线上 那么也就是说 如果说两向量共线 是不是一定可以推出 这两向量在同一条直线上呢 很显然 这个结论是错误的 那么 这一题的答案呢 应该选择D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看第三小题 它说啊 一致AB是两非零向量 A不等于零向量 B也不等于零向量 且A与B不共线 A和B是不共线的 若非零向量 C与A是共线的 C又与A共线 那就说明 A和C方向既不相同 又不相反 而且 C和A方向相同或相反 那这样我们可以得到 B和C 必定是不共线的 这个同学们也很容易理解 下面呢 我们再看一看 后面的第四小题 如图 以G两点 A是负四零 B是零三 现在求AB BA的膜 并指出AB的膜 与BA的膜 是否相等 这个问题呢 应该说很简单的 这是零三 这是负四零 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你看 因为B的坐标已知 所以我们可以得到 OB向量的膜 是等于三 OA向量的膜 是等于四 现在要求AB的膜 因为三角形 AOB为R7三角形 所以我们得到 AB的长度 它就是等于五 那么AB的长度等于五 BA的长度 也可以这样来计算 BA的长度 也是等于五 也是等于五 这题应该说 利用坐标来进行处理 也是非常简单的 我们再来看 最后一个练习题 一辆汽车 从A点出发 向C行驶了 100千米 我们来画一个坐标 一辆汽车 一辆汽车 从A点出发 向C行驶了 100千米 到达了B点 然后呢 改变方向 向C 偏北50度 偏北50度 西偏北50度 这是50度 行驶了200千米 到达了C点 然后呢 又改变方向 向东行驶了100千米 向东 左西右东 行驶了100千米 到达了低点 然后呢 这个地方他问 做出向量A B B C和C D 我们把这个地方连起来 做出向量低的A B 就是 以A为起点 B为终点 BC以B为起点 C为终点 还有一个是 CD以C为起点 D为终点 做出了这样的三个向量 第二问 他要我们求 A D向量的长度 求向量A D 那么在这里要求 A D向量的长度 我们来观察一下 在这一个式子当中 是向 A B是向C 行驶了100千米 这个是200千米 这个又向东行驶 所以CD与D BA的方向 应该说是相同的 也就是说 我们得到的CD与D BA是平行的 同时呢 这是向东行驶了100千米 那么现在我们来快看一看 就得到了 因为有CD向量是 等于BA向量的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四边形 A B C D 为平行四边形 那么接下来 这个既然是平行四边形 我们就得到了 A D的长度和 B C的长度相等 所以就得到了 A D的长度 是等于B C的长度 等于200千米 那么这样我们就把 A D这个向量的 长度求出来了 这也是利用平行四边形 它的对边相等 然后利用向量相等的概念 因为A D 这里的A D和B C 这个向量是方向相同 而且长度相等的 所以B C的膜 就是A D的膜 那么今天的课 我们就上到这里 同学们再见